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口饭差点没噎着 两人对视一眼 然后马达起身去开门 门口站着好几位气势汹汹的中年妇女 为首的一个大约45岁左右 烫着酒红色卷发 五官平常 肤色略黑 穿一身紫色碎花连衣裙 只见这位阿姨双手插腰 怒目圆征 冲着马达以及随后跟过来的李轩大声说 你们是李兰衣的女儿女婿吧 你们赶紧管管你妈吧 一把年纪了还抢人家男人 真是不要脸透顶 要是你们不管 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们姐妹几个好好教训她 马达与李轩大眼瞪小眼 然后李轩问 这位阿姨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妈 她怎么招惹您了呀 您是不是误会了呀 这么说的同时 她和马达心里同样没底气 因为她们清楚 她经常状况百出的妈妈 李兰衣保不准 还真能干出这等荒唐事来 门口的紫色裙子阿姨说 误会什么呀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不信你们自己去问她 马达害怕再吵闹下去 丢人现眼 只好赶紧稀释宁人 不好意思阿姨 等我岳母回来 我们一定问清楚情况 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 我们会规劝她的 你们消消气 就先回去吧 听她这样说 几位阿姨也算通情达理 气呼呼地离开了 关上门李轩 就给她妈打电话 然而李妈妈手机关机了 两人无心在吃饭 马达忍不住抱怨 你看看你妈 一年到头的惹多少麻烦呢 总是不让人省心 马达说的确实是事实 李轩也无从辩驳 而且她也从心里反感 她妈的种种另类行为 李妈妈直到快十点了 才回来 李轩夫妻二人 一直坐在沙发上等她 见她回来 李轩劈头就问 妈 你去哪了 怎么电话也关机呢 而且 傍晚时 有位阿姨找上门来 说你抢了人家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能不能消停点 少给我们惹麻烦呢 李兰衣 穿一件蓝色短袖衫 袖子是镂空的 一条雪白的裤子 配着蓝色半根浅口皮鞋 跨着宝蓝色皮包 半长的棕色卷发披散在肩头 身材苗条又不时丰满 嘴上涂着浅淡的口红 指甲涂成淡紫色 整个人看起来妩媚又风情 乍一看就像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 仔细一看也差不多 完全不像一个奔武的中老年妇女 她慢吞吞地说 你听她胡说呢 她只是单方面看上了人家老赵了 自己以人家女友的身份自居 老赵对她根本没啥想法 李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原来只是女友 不管是不是自居的 好歹那两人不是夫妻 这两种状态显然有着本质的不同 李轩皱着眉头接着问 那你和这位老赵 目前是在谈恋爱吗 李妈妈眉飞色舞地接着回答 是啊 老赵人很不错的 又高又帅 幽默风趣 条件也挺好 等哪天带给你们 见见你就知道了 轩啊 跟你说呀 妈这次可是认真的呢 李轩毫无兴趣地摆摆手 算了以后再说吧 我从来不反对你再婚 但是拜托你慎重点 不要搞出那么多动静来 如果没有正式确立关系 就不要带回来给我们见 她和马达 如今就如同她妈的家长一般 既然要见家长 当然得是意向比较明确 态度比较郑重 才合情合理 不然若是三天两头换人 马达对这位岳母娘的印象 岂不是又打了折扣吗 李兰一十八岁就生下了李轩 李轩对爸爸根本都没有印象 小时候外婆帮忙带她 李兰一除了人长得漂亮之外 没文化没特长 缺乏生存技能 又不肯吃苦 所以一直都做些不太光彩的工作 谋生 虽然并非出卖身体 但也经常周旋在各种生涩场所 李轩外婆性格泼辣 总嫌她丢人 每次女儿回家给她钱 俩人都得大吵一场 然后不花而散 李轩十一岁时 外婆因病去世了 李兰一这才把她带在了身边 李兰一很少在家 她要忙着谈恋爱和赚钱 根本没精力顾及女儿 李轩都是自己做饭 洗衣服 一个人上学放学 一个人住在出租房里 因为家境特殊 她从小就很独立 很少依赖别人 在她上大学之前 妈妈有过两次婚姻 都很短暂 没过上两年就解体了 之后她一直没再结婚 李轩上大学以后 她妈妈就没再给过她一分钱 学费和生活费都是她自己打工赚的 而且她妈还反过来经常跟她要钱 李兰一阵阵有词 妈一个人辛辛苦苦养了 你这么多年 现在你都长大成人了 该你来养妈妈了 其实她才三十几岁的年纪 还正年轻着呢 然而她成天打麻将跳舞 就是不肯好好找份工作 赚钱养自己 所幸 李轩一直很争气 学习成绩始终十分优秀 另外她还从她妈妈那里 继承了唯一的优点 容貌出众 她皮肤白皙 眉眼秀气 乌发如云 身材高挑 自初中十七起 就有很多男生追求 但她性格比较冷淡 对人疏离 几乎没什么朋友 学生时代没有谈过一场恋爱 同学都暗地里称呼她兵美人 工作以后她才华尽险 且十分努力 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因此工作三年以后 就升职为部门主管 收入增加了许多 她妈妈自不必说 女儿工作以后 她花钱 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马达事业有成 在一家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人也高大英俊 成熟稳重 她对李轩一见钟情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 以后就走进了婚姻 李轩当然跟她说明了 自己的家庭状况 马达表示无所谓 她说 你只有一个妈妈 你妈妈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对母亲敬孝是应该的 以后我会和你一起 赡养和孝敬她 马达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岳母时 着实被惊到了 这位妈妈和女儿站在一起 完全就是姐妹的济世感 婚礼上 李兰衣穿一身紫红色紧缎旗袍 配着一双红色高跟鞋 长发高高盘起 妆容艳丽 简直艳京四座 风头几乎高过了女儿 马达真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岳母 是应该骄傲 还是应该烦恼 但婚后不久她就发觉 这位岳母真心 有些让人头疼 不过45岁的李兰衣 完全需要女儿养活 这还不要紧 关键她花钱大手大脚 每个月的花费 就至少要五六千块 她要穿名牌用名牌 还经常欠下赌债 被人家上门来讨要 还有两次 她打麻将时耍手段 被人家发现了 挨了一顿打 剔头散发回家来 让女儿女婿去给她争气 还有几次 因为李轩生气 限制她的花销 她居然借了高利贷 最后李轩替她还了 好几倍的债务 李轩气急之下 也曾扬言 不再管她 要和她断绝关系 让她离他们远点 然而也不过是气话而已 妈妈是她唯一的亲人 她根本做不到绝情到底 所以日子就这么一路鸡犬不宁地 过了两年多 马达和李轩都有些心力交瘁 不过好在马达很爱李轩 从没有因为岳母 而迁怒于李轩 李妈妈口中的老赵 不久以后 李轩无意中还是见到了 李轩觉得 称呼她为小赵似乎更恰当 这男人一点不老 看上去似乎比她妈妈还要小上几岁 秉多也就四十岁的样子 而且人长得确实不错 身材高大五官端正 气质不凡 难怪会有女人为争抢她而差点大打出手了 李妈妈介绍说 她叫赵新刚 自己开了一家 大型超市 她让李轩管赵新刚叫赵叔 李轩根本叫不出口 直礼貌而又淡漠地 称呼她赵先生 李妈妈看起来对这位赵先生十分满意 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李轩有点欣慰地想 只要她能安定下来 这样也挺好 但愿这位赵先生能好好待她 三个月后 李兰依对女儿说 她想自己做点生意 毕竟她年纪还不算很大 一直让女儿女婿养着也不太好 还是自食其力比较好 她说 老赵也这样说的 她说 现在很多儿女都在啃老 而我这不老的妈妈却在啃小 实在是不应该呢 李轩发现 她妈妈自从和赵新刚在一起后 人变得温良贤淑了不少 穿戴方面不那么光鲜招摇了 言行举止也温雅 文静了一些 看来爱情的力量果然是伟大的 李轩问她想做什么生意 她说 打算开一家火锅店 地点都选好了 老赵帮她参考的 需要投资三十万 李轩想了一下说 你想要做生意是好事 不过要谨慎点 别盲目投资 如果确定确实可行 我们会帮你出钱的 李妈妈说 你放心吧 你赵叔做了多年生意了 有他帮扶我 肯定没问题的 而且他说了 也会帮我出一部分钱 不过他最近也准备扩大店面 资金比较紧张 拿不出太多 最多只能给我拿十万块 李轩想 看来这人还挺真诚的 虽然钱不能判断一个人是否真心 但至少也可以作为辅助参照 如同 一个肯为你花钱的人 不一定是爱你 而一个不肯为你花钱的人 肯定是不爱你 半个月后 李轩把二十万转给了李兰一 她对自己妈妈还是比较放心的 虽然她品性不佳 底线模糊 自己花钱不节制 但为人还是比较精明的 所以这笔钱 李轩也没太放在心上 之后陆陆续续 李兰一又要走了几万块 李轩工作太忙 也没有多少精力 顾及她妈妈的事情 只是偶尔过问和嘱咐几句 李兰一一边筹备开店事宜 一边表示店 开起来以后就和赵新刚结婚 马达对于李轩擅自给了 他骂二十多万这件事 多少有点不高兴 他们家条件是不错 但也并非大富大贵 而且婚后这几年他们 已经为李母花费了不少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他们会无法承受的 李轩说 这次不同 我妈是想自己做点事 为的也是日后可以自食其力 不再拖累我们 所以我当然得支持她了 一天 李妈妈忽然惊慌失措地 对李轩说 赵新刚联系不上了 李轩问怎么回事 她说自己把李轩给的二十多万 都交到了赵新刚手上 然后她就消失了 李轩说 你自己要开店 为什么把钱给她呢 李母支支吾吾地说 这一切 我都是让赵新刚带我办的 李轩冷冷地看着她 你赶紧说实话吧 李兰一只好实话实说 其实开店什么的 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不过是为了多从女儿 女婿手里搞点钱 这个主意也是照出的 她其实没开超市 也没什么稳定工作 但是她对自己特别好 十分关怀体贴 百般呵护温存 让她感觉甜蜜幸福 她是真的想和她过一辈子的 她之所以改变风格 化妖艳为朴素 也是为了省钱贴补她 现在她拿到钱以后 她就找不到她了 电话打不通 她老家具体在哪里 她也不知道 身份证 她也没仔细看过 李轩怒其不争地说 你居然跟外人 一起来欺骗我们 你真是我亲妈 得知岳母和别人 合伙骗自己钱 这又被合伙人骗了以后 马达十分生气 因此也对李轩相当不满 认为她过于信任自己妈 才使得自家钱财受损失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大幅度降温了 追寻赵新刚未果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李兰伊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她尽管看起来十分年轻 然而毕竟已年近五十 身体并不好 尤其是妇科方面有不少问题 医生说如果流产 可能会有危险 但是毫无疑问 李轩是绝对不赞成她生下孩子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讲 她这个年纪以及身份 都不适合生下孩子 然而 惜命的李母 却坚持要生下孩子 她说自己还不是特别老 也想再有个孩子 以后还可以和李轩 一起赡养自己 减轻李轩的负担 开什么玩笑 李轩当即表示反对 连你都是我养活的 你再生个孩子 难道还不是得靠我养 我自己还没孩子呢 你好意思让我养你的孩子 李母说 什么叫我的孩子啊 这可是你的弟弟或者妹妹 和你有血缘 你养他难道不应该吗 再说 我也可以工作赚钱 不会完全指望你的 李轩差点气笑了 你跟一个已经 不知所踪的骗子怀的孩子 还口口声声 我的弟弟妹妹 我这还没要孩子呢 要是孩子要得早 我都当骂了 你的孩子就跟我的儿子女儿一样 你好意思吗 李兰一火了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妈 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弟弟妹妹 再说了 医生都说 我的身体状况 如果流产 可能会有危险 你就这么狠心 让你妈拿命去冒险吗 说到这里 李轩沉默了 他当然不愿意 他妈有生命危险 可要是让他生下孩子 又实在是荒唐透顶 李轩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而李母却沉浸在即将 在为人母的喜悦 憧憬中 岳母肚子里的孩子 促使马达和李轩本来 已经产生裂痕的感情 再次恶化 马达冷冷地说 如果你妈坚持要生下孩子 那我们就离婚好了 赡养 丈母娘 我义不容辞 不管他如何行为离谱 但是我自己还没有孩子呢 让我养完全可以做我 而女的小舅子或者小姨子 我真心做不到 李轩权衡了一番 还是劝说 李母做流产 他说 我咨询过医生了 医生说 手术风险低于50% 而且也只是对于身体 有一定影响 而不会致命要知道 医生本着对病患负责的态度 往往还会夸大其词 所以手术的风险率 肯定是相当低的 然而李母听不进去 她说1%的风险 也不要承担 她绝不会拿命去赌 也不想扼杀自己的亲骨肉 她如此固执 作为女儿的李轩 也毫无办法 总不能把自己妈绑起来 送到手术台上吧 几天以后 李轩对李母说 我同意你生下孩子了 不过我和马达准备离婚了 她坚持要离的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房产证上是她的名字 因为买房的钱是她出的 存款我们对分 但也没有多少 你也知道 这几年我们为你花了不少钱 所剩真的不多了 因此想要买房子 肯定是差得太远了 以后只能暂时租房住了 另外我的工作出了一点问题 被降职处分了 我面子上过不去 索性辞职了 现在工作还没有着落 跟你说这些 就是希望你能理解一下 以后我们的日子可能会辛苦一些 不过我不在乎 我们是打苦日子过过来的 有免疫力 我有信心重新开始 李母愣住了 这样的日子怎么叫辛苦一些呢 明明就是一穷二百好不好 她张了张嘴 半天没说出话来 第二天 李轩说 走吧妈 我陪你去做运检 以后咱们娘仨一起好好过日子 男人有没有无所谓 一个人生活 我也照样精彩 李母说 算了 还是你陪我去做流产吧 李轩有点意外 你说什么 李母说 你还是和马达和好吧 孩子我不要了 以后我也尽量节约生活 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 她终于明白 自己女儿并非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至少在和马达的婚姻中 她其实是弱势一方 失去了马达 对她和她来说 都是巨大的损失 即便女儿日后再婚 也未必会找到像马达这样 对岳母可以说百依百顺的男人了 李母做了流产手术 没有出现意外 马达与李轩重归于好 李轩说 老公 还是你这招好用 不过日后 我妈要是在做妖 怎么办呢 马达抱着她说 瞎子戴眼镜先解决目前问题吧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我觉得经过这一次 她多少也会有点改变的 而且年龄逐渐大了 也会消停一些的 我们得赶紧 先怀个孩子是正事 李轩点头 有道理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